甜的蛋糕卷大家是不是都吃力了 那必须换一种口味 今天就教你们摩卡海盐芝士蛋糕卷 味道到底有多好吃呢 你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视频讲的超级详细 你们一定要先收藏后观看哟 首先我们需要用到这样的咖啡粉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咖啡豆磨成粉 然后也可以直接用速溶咖啡 好然后倒进我们的这样的小锅里面 将牛奶加进去 接着我们放在电磁炉或者是这样的罩上 然后开小火将它加热 它的周围开始起小泡了 我们赶紧关火 然后将它过滤出来 现在咖啡盐滤出来后呢 我们就撑出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克数 拿来做我们的蛋糕卷 好现在这里渗热一点呢 那就放一些比较冷藏 以后我们打奶油的时候可以用一点点进去 接着就将咖啡液啊 刚刚刚撑出来的然后倒入碗中 然后粉底部有粉其实没关系啊 也要倒进去 还有油倒到里面去 好操作呢就跟做戚风就是一样的 然后将它们混合搅拌均匀 拌好后呢就塞入低筋面粉 然后呢做Z字的一个搅拌方法 拌到看不见面粉为止呢我们就来分鸡蛋 好蛋白呢就倒入这个无水无油的碗中 好蛋黄呢就倒入刚刚的面糊里面去 鸡蛋分好后呢 好刚刚这个面糊就画Z字搅拌 这个面糊呢拌好后就提起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流动状的而且非常的细腻 如果你有那种面糊 还有打结的颗粒的话 建议大家就过筛一下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预热烤箱 好我们用上下火175度 好来预热 接下来呢就来做蛋糕 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就是打蛋白 然后先将蛋白打至粗泡 打至粗泡后呢就加白砂糖 白砂糖分三次加入 好现在加第一次白砂糖 好我们开中速然后转高速搅拌 好蛋白打得比较细腻的时候呢 那加第二次白砂糖 好同样像刚刚一样啊 转高速打发 好很快呢蛋白就已经打出了纹路 那加最后一次白砂糖 我们开中速 中速打发 好我们看到蛋白快要打好后呢 我们就开低速 好将它调节一下 好我们打得差不多了 提起来它会有一点点这样的小弯钩 好然后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们今天可以打到八到九分发 不需要就是打到了十分发 那这样就把它提出来 好蛋白呢可以分两到三次啊 加入到面糊里面 好做一个翻拌的手法 好拌好后就将剩余的蛋白啊 加了进去 让它们尽快的混合 但动作幅度稍微小一点 不要混合了太多气泡进去了 混合好后呢 我们就倒入到烤盘中 建议大家就是稍微将它气高一点点倒进去 它可以消除我们的一些大泡泡 用这样的刮板呢将它刮平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我们的就是刚刚用的刮刀 我们刮的时候先刮四个角 那刮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把这种吸泡刮进去了 像这样边边的会容易产生吸泡 吸泡的话它就会鼓很高烤起来 所以说在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们将它抹平好后呢 然后将它摔磨将里面的大气泡震出来 好我们把大气泡全部震出来后呢 我们就放进烤箱里面 好朋友们还是放进中层啊 好时间就设置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大家时间不要设置太长温度不要太低 这样烤出来的话你可能卷的时候就会断面 因为它就会烤干 现在呢蛋糕就已经烤好了 好拿出来赶紧摔磨 好然后我们放在晾架上 让它放凉我们再脱模 在蛋糕配放凉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提前将夹馅啊做好 好先将芝士好提前拿出来 将它软化 然后然后好呢我们就用刮刀 好像这个样子将它拌至顺滑 好我们拌至像这个样子 就是不要顺滑呢 没有颗粒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就来打奶油啊 将白砂糖 还有海盐啊一起加入 如果没有海盐的朋友们就用普通的咸盐就可以 好我们量度开低速让它打发啊 打至5到6分就可以了 好我们打到像这样脱离水中啊 提起来然后它可以滴落 好比较慢 好现在呢我们就拿出刚刚的这个芝士 然后调一点进去 先将它们混合 它们混合的差不多了啊 就将它调到我们的淡奶油里面 合着一起 合着一起打发 好我们打到8分发 好8分发的状态呢是比较细腻的 那也会有一点点的纹路 现在呢就将就是我们先提前准备好的这个 咖啡牛奶液啊 好倒进去 这个一定是要冷藏了的 好可以不用倒太多 好顺便呢就将奥利奥碎倒进去 奥利奥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增和减 稍微一开地当打打几下就可以了 打好后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蛋糕胚还没有放凉的话 那可以放进冰箱将它进行一个冷藏 保存好那如果它已经彻底放凉的话 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好进行一个组装 我们可以用脱膜刀啊 将四周稍微划一下 然后将它倒刻下来 好然后撕去这个油布 好很好看的一个毛巾面啊 就展现给大家 好由于今天我们会用到毛巾面这一面 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它翻一个面了 翻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刚刚这个被我戳了一下 好这个面呢好就是来铺我们的奶油 好今天卷的是一个整卷 好那么奶油的话就是中间我们会把它铺高一点 像它先抹皮 好这个一定要厚 所以说奥利奥碎呢加的比较多 如果奶油就太厚的话 你吃起来的口感就特别的腻 在三分之一处呢我们可以抹一个小三丘 因为一会这样好卷一些 好现在弄好后呢就将它卷起来 我们会用到这样的擀面杖啊好往我们身边转 好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压一下 尽量让它收收紧 好卷好后呢也往自己身边 好先这样推 压紧压实 好就要稍微定型一下 我们也可以放进冰箱也可以直接就这样定型 两到三分钟 好我还是比较喜欢放进冰箱里面 好因为这样冷冻的话 它的一个定型会更好 好给大家两个小建议 那做我们这一款蛋糕卷呢就是它的吃法 那可以放进冰箱冷冻 它可以直接将它当成冰淇淋吃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说冷藏 如果大家切出来想要好看的话 还是建议大家稍微将它冷冻一下 现在呢就将它切开来看一下 好刚刚已经将它冻了半个小时 好我们先将两头啊去掉了 现在呢给大家切一块啊看一下 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好看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想学更多的红焙小知识 记得去我的主页观看我的往期视频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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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